柳玉如 你都打扮了快一个时辰了 你记着我同你说的话 行了 行了 到刘家要亲自扶你下车 见到你父母要不明有理 对你要不明有体体 一张眼就在你 我耳朵都快起简子了 别的也就算了 我父亲最在意脸面 你见着他 务必要静着些 不能像直呼公公明慧那样 对我父亲瞪眼呛声 好 帮您卖一下 还有啊 郎君 郎君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跟我表现出一些 一些 新婚夫妇的情态 好叫我母亲安心 柳玉如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呢 我可是正经人我跟你说 算 没打算你事实依止我 那但你要是准我十日假的话 我可以考虑考虑 你想的没 我可听说你爹是有名的宠妾灭妻 对你和你娘一点都不好 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她的面子 是我母亲身子弱不便操劳 岳姨娘代管中愧 虽然她是贪彩了一些 但是我父亲代母亲不是郎君听到的那样 对我的痴穿用度也很上心 外面那些闲言碎语做不得数 我跟你说外面传的可有鼻子有眼的 你 谁家没有牙齿碰嘴唇的时候呀 就比如说你们顾家吧 公公婆婆 开明大度 处事得体 还不只有你这种 离经叛道的女子 说得还挺有道理 我还没见过你这种人 居然管自己的亲爹叫 骚老头子 这个很正常嘛 她急了还管我叫兔崽子呢 可她是爹你是儿子 那怎么了 我也不是一直都叫她骚老头子 她正常的时候就叫爹 但她要是做了缺德事 叫一声也没什么 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 这话我可不同意 那如果是当爹的这杀人放火 左肩放磕 我是还得捧着她夸着她 说她做得对 我觉得父母也得值得孝顺才行 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样的言论 但很有道理是不是 无法反驳是不是 我不想投你扯这些荒唐话 反正你记住 到了我家少说话 尽量表现出对我好就是了 好 为了我这七日假 我努力 老爷 老爷 我家主 这是邵夫人准备的魂门礼 共计一百二十八台 请您过目 这这过家就是过情吧 对呀 无法 哪里 哪里 对呀 我 我 参见少夫人 祝依辛苦了 岳父 夫人怎么了 可是有何故事 我只因初次回门 一时感慨罢了 女儿见过父亲 免礼 免礼 请请请 夫人慢点 这顾佳哪是什么上门 这信誓问罪啊 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回门 赶紧把婦儿叫 叫出来 是 快扶大夫人起来 大姑娘回来了 玉如怎么样了 没事吧 妈 咱们都白担心了 大姑娘啊 气色好得很 没事就好 好 好